郑钦文的独冠以及日后出现更多的郑钦文 本质上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为啥 网球曾被称为贵族运动 除了诞生于法国宫廷外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玩的成本高 首先是场地 网球需要专业的场地 否则是没法玩的 不像羽毛球或者足球 随便找块没人的空地就能玩 而专业的场地需要专业的维护 费用是比较昂贵的 目前网球场的费用每小时百元 水机操 150乃至200以上的也不少 而羽毛球场很少过百的 其次是需要专业的装备 网球拍好一点的 轻一点的 要几千上万 算上其他装备和消耗的话 一年花费超过10万 简直轻轻松松 网球的参与人数 从全球来说不算多 截至2021年 全球网球爱好者的数量 仅为8700万人出头 这个数字占全世界人口比例 也就1.5%左右 参与度不高 原因就是有前面提到的成本相对高 参与者少 钱在市场有限 从业者得提高单价才能赚钱 进一步阻碍了人们的参与 网球是贵族运动这个说法 虽然不太准确 但玩网球的综合成本 高于一般的运动是事实 反映到国家层面 就是美国的网球最发达 其他国家通常就一两个顶尖选手 而美国有一堆人 就网球职业运动员数量而言 美国占世界比重的10% 是占比最高的国家 背后是美国的经济水平 让较多的国民能够负担网球运动 2021年 美国有2500万网球爱好者 是世界最多的 美国之外便是同样发达的欧洲 以前看网球比赛时 就发现欧洲的网球选手是真的多 什么海宁 辛吉斯 萨芬娜 小德 纳达尔等等 后来才知道 欧洲的网球职业选手数量 占世界比重的60% 也就是说 美欧的网球职业选手数量 加起来占全世界的七成 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网球专业选手 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家里比较有钱 比如阿根廷的德尔波特罗 父亲是兽医 母亲是教师 标准的中等收入家庭 印度名将米尔扎 曾获得过六个大满贯双打冠军 父亲早年是体育记者 后来开了杂志社 并置办众多产业 虽然和安巴尼阿达尼相比 还差了一点点 但也算富好了 网球选手大部分出自发达经济体 少部分出现在发展中经济体的 家里通常中等收入起步 充分说明了练网球的综合成本高 没有银子撑不住 拿郑亲文来说 他早年训练找的都不是一般的教练 比如卡洛斯 罗德里格斯 余地乔 黑雷里巴 名气大专业 意味着费用贵 有媒体报道 青少年阶段 他一年光培训费就超过五十万 这还只是直接支出 还有营养等一大堆间接支出 他的父亲郑建平曾是田径运动员 后来经商 经济状况不错 即使这样 也一度考虑过要买房子 可见压力有多大 过去经济没发展起来时 没多少人能负担网球 只能靠举国体制去培养里纳 只有当经济发展起来后 负担得起网球的人 增加了才会有郑亲文 郑亲文只是个开始 后面会有更多的郑亲文 以网球的参与人数为例 还是2021年 中国网球爱好者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1992万 仅次于美国 体育运动和经济一样 是讲究规模效应的 规模大了 玩的人多了 大家相互卷 才能真正进步 虽然人多了不一定会进步 但人不多一定不会有进步 这是定律 我无数次说过 足球没有起色 根源是玩的人太少 一点也不卷 没有进步的动力 球员们就算躺平也无所谓 至于人种腐败等等 都是极为次要的因素 阿根廷足协向来是黑社会 却并不影响人家拿世界冠军 在没人玩的情况下 足协反腐再搞十次都没有意义 而网球已经显而易见地卷起来了 得益于庞大的群众基础 2022年 中国有了4362名专业网球运动员 而专业网球运动员的世界总量 也就一万人出头 换句话说 中国专业网球运动员的数量 占了世界总量的40% 就算培养的质量还不够好 这么多专业的人相互卷 总能卷出几个好手 足球别说有40% 就算4% 进世界杯也绝对轻轻松松 再说郑亲文的培养模式 成本并不是全部由家庭负担 而是标准的混合培养 也就是除了家庭负担的部分 国家还给了一部分补贴和资源 郑亲文最早的团队 就是武汉体育局帮他搭建的 中国体育的模式 曾长期沿用举国体制 也就是由国家拨款 包揽运动员的吃穿用度 运动员衣食无忧 可专心训练和比赛 但弊端也明显 由于国家拨款有限 能享受的资源的只有少数运动员 就会形成掐尖的局面 有点类似恒水中学或者尖子班 把好生员都集中起来 有利于考出好成绩 弊端则是没有更多的资源 用于运动的普及了 大多数普通的学生被放弃了 万一顶尖的运动员退役 后面的人顶不上来 就会青黄不解 同时举国体制 会采用长期集训模式 对于个性化更强的年轻一代来说 难以接受 而且由于国家在你身上 砸了太多钱包揽了一切 那么作为交换 运动员的收入 大部分被要求上交 必然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 举国体制的另一大弊端 是豪毒属性 资源都给了少数人 就指望他们摘金夺银 然而问题是 万一没取得好成绩呢 毕竟体育比赛是不可预测的 胜负是一门玄学 而赛场上的各种意外 简直不要太多 混合模式和举国体制的不同在于 国家依然会给钱给资源 但不再集中于某个运动员身上 而是把资源尽可能的平均分 每个人都有一点 比如不光帮助郑亲文 配备了教练团队 不少青少年网球选手 也得到了类似的帮助 不再掐尖 也不要求运动员上交收入 只是尽可能提供基础性的资源 提高部分由运动员自己想办法 自己去找更专业的教练 自己找路子去比赛等等 能不能打出来全看自己的造化 这就叫混合模式 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起来后 资源多了 玩网球的人多了 用不着再掐尖了 完全可以广撒网 混合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 运动员自负盈亏 不会产生冲突 无需长期封闭式集训 符合年轻一代的个性 在基数足够大的情况下 总会有几个人脱颖而出 一些人认为应该完全市场化 彻底和举国体制说白白 而不是走混合模式 其实吧 混合模式是符合现实的 依然拿网球来说 职业运动员里 每年能拿到奖金的不到4000人 60%的人一毛钱奖金拿不到 因为奖金要达到一定的名次才会有 而大部分选手要么是一轮游 要么进正赛都有困难 即使能拿到奖金的 情况也不容乐观 整个职业网谈能实现盈亏平衡的选手 不到1000人 换句话说 90%以上的选手打网球是亏损的 还是那句话 开支太大 网球是需要团队保障的 一个完整的团队至少包括体能师 医生 营养师 教练 陪练 公关经理等团队的所有开支 均由选手本人承担 压力山大 郑亲文每年光是去欧洲比赛的费用 就要300万 想出成绩就必须配备顶级的团队 这些钱是省不了的 网球是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运动 每年的四大满贯有声有色 各种赛事的奖金 以及相应的商业赞助也相当的丰厚 即使这样 对大部分网球运动员而言 盈亏平衡依然遥不可及 那么 那些职业化程度不如网球 收入也不如网球的运动呢 他们的状况只会更艰难 202元榜单里名列第15 只不过这终究是个例 对绝大多数运动员来说 哪怕想挣到720万美元的零头 也十分困难 要是没有国家的资源扶持 很难坚持 这也是为啥要采用混合模式的原因 就像经济体制 如果全是国企 就会没有活力 如果全是民企 就会过于残酷 缺乏兜底 必须两者兼有 形成互补才是最合适的 中国体育这些年最大的争论 就是该怎么走 是全盘职业化呢 还是重回举国体制 重回举国体制是没有可能的 不用说成绩的事 光是长期封闭集训这种事 年轻一代就受不了 你非要这么搞 结果就是没人陪你玩 只是架不住部分人 非要这么想 比如 足鞋就曾经想让国奥队踢中奖 篮球哪怕在几年前 依然有长期集训 而忽视联赛的现象 这些本质上是举国体制的思路 已不适应时代 可由于中国体育在转轨的过程中 成绩出现了波动 导致一些人认为 只要重回举国体制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终究是不可能回头的 但怎么前进 前方的路在哪里又是个难题 而混合模式给出了重要的参考 两种体制是可以通过改革相互兼容的 市场的归市场 举国体制的归举国体制 两条腿走路是完全可行的 既然能两条腿走路 就没必要死磕一条